上集我讲过环氧化合物非常活泼 这个小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是非常紧绷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它就很想发生点变化 摆脱这种结构 那么这集我就要讲一个反应 看看这是什么 上集我们已经见过了 我画出了几个青 而且还表示出了这些键的立体构型 后面会用得到这个是环 记住大家可以假装这个小三角 其实是一个双剑 那么这就是环几锡 可是事实是这不是双剑 而是两边连着氧 所以这是环氧环几碗 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环氧环几碗和水混合会怎么样呢 并且还有一些酸性催化剂 也就是说会有一些氢质子 四处游离加入一些水 又因为有酸性催化剂 哪一种无所谓 只要能提高氢质子浓度就行 但是实际上游离的是水和氢离子 而且我们知道水和氢离子长什么样 就是水分子再多一个质子 上面再多一个质子 就是这样 这是水分子 我换个颜色吧 因为还氧还几碗已经是蓝色的了 这就是水分子 而水和氢离子呢 就是水分子里的氧 从别人那儿拿走一个质子 从酸那儿 这里指的是酸性催化剂 本质上它会给出一个电子 如果这个电子给了某个氢质子 结果就是这样的 又和一个氢成件了 并且它还带了一个正电荷 因为氧给出了一个电子 所以带了一个正电荷 这就是水和氢离子 老相识了 这就是往水里加酸的结果 它会增加水和氢离子的浓度 它会有很多很多 那么这又会怎么样呢 假如还氧还几碗融在水里 并且水中还有很多的游离的水和氢离子 加入的酸越多 水和氢离子就会越多 可能会这样反应 这个氧就会 或者说它想得到一个氢质子 像水和氢离子那样 那么如果它们以恰当的方式碰撞的话 这个氧能把一个电子给那个氢 然后原来那个橙色的水和氢离子 或者说这个橙色的氧会拿回它的电子 如果那样的话 结果如何 我们来看看 如果那样子就有 我画一下原来的分子 确切来说 它不再是还氧还几碗了 因为它刚刚得到一个氢质子 现在是一个反应中间物 不过我还是要好好画一下 好了 这是还 然后呢 氧伸出纸面 它本来有两个电子队的 可是它把一个电子给了这个质子 它把一个电子给了这个氢 我们叫它质子 因为没有电子的氢 不过就是质子 并且原子核里也没有中子 好了 这就是那个氢 现在由于氧给出一个电子 所以它带上了一个正电荷 我还要画一下两个紫色的氢 在纸面后面 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显然这些碳上还有其他的氢 可是要画的话 就会花点时间 并且还会让整个图很乱 并且大家都默认 一个中性碳形成四个键 然后当然这个现在就只是水了 氧会拿回它的电子 我画在这儿吧 它拿回了它的电子 现在就是水 可能就是变成了它 不过显然周围有很多水分子 我还能画出其他的 并不非得就是这个 那么接下来怎样呢 这个反应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 这个反应啊 我们已经见过很多很多次了 只是这种形式可能没那么明显 看这儿的这个分子 接下来什么样呢 哦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键是非常非常紧绷的 就像等边三角形一样 这些键不想彼此这么近 这些电子想彼此远离 如果你要用一个化学模型来表示的话 那就要用力来掰模型上 那块塑料或木头才行 那个上面养又多一个氢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离去机 现在你可能想起来 要发生什么类型的反应了 看一下这个碳 看一下这个碳 实际上这两个是一样的 我就选一个好了 下面的这个吧 随便 看一下这个碳 它连着一个集团 它是一个重碳 所以对于SN2反应来说 并不是那么有利 但是重碳还是可以发生SN2反应的 尤其如果离去机 够想离去 如果其中一个水 不一定是原来那个 如果它以恰当的方位碰撞这个碳 这里其实它是一个氢核式机 通常来说水算不上是一个很强的氢核式机 但是它可以是当氢核式机 尤其是离去机很想离去 并且这个键的张力很大实 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 水给出了一个电子 它大爱这个碳原子核 它把它给了那个碳原子 因为这个碳从水那儿得到一个电子 它就把一个电子释放给了这个氧 又变成中性了 它把这个释放给了氧 那最后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发生一些有趣的变化 这是所有SN2反应的特征 记住它是SN2 被氢核式机所取代 水是一个弱氢核式机 可是这个反应中 它总比这个充满张力的结构更好 我们叫它SN2反应 是因为在速度控制步骤中 两种反应物都涉及了 这个就是速度控制步骤 所以结果是什么 我先画个急挽环吧 那样 突然的上面的这个氧 它怎么样了 这个键断了 它拿回了一个电子 所以只有这个键连着氧了 上面的键连着氧 这就是那个氧 它带走了这个电子 所以现在这个电子是它的 而这个曾经属于碳的电子 也是它的了 那么它就有一对电子了 然后它还连着 第一步里从水和氢离子那儿 得到了氢 它连着这个氢 所以它其实就是 一个抢机连在这儿 它是身上纸面外的 而这个氢原子还是在纸后面 不过既然这是一个SN2反应 你可以想象这个从背面进攻的 而这个是从正面离去的 那么发生的变化就是 原来在纸面后面的这个氢 现在伸向前面了 因为这家伙是从氢后进攻的 所以这个氢被压到前面来了 这个氢现在伸向前面了 我把它圈起来表示是同一个氢 它伸向前面是因为这个家伙 因为这个氢和氏迹从背面进攻 现在它连上了 它连在下面了 这个水分子连上了 它不再是水分子的 这是氧 两个氢 本来是有两对电子的 可是现在呢 其中一对成键了 因为它给出了这个电子 这两个家伙连在一起了 这个电子给了碳 这个键是在纸后面的 这样子 接着最后一步呢 因为这家伙给出了一个电子 它带了一个正电盒 只是让它好看点 你可以想象 另一个水分子过来 从这家伙身上带走一个氢 所有的这些氢晃药 在无数水分子里 你想象一下 这个水分子可以带走那个氢 同时这个氧拿回了它的电子 回归中性 那么我们的中产物 我们再看的这个 就像这样 那么还氧还几碗 一个活泼的还氧物 和融有酸的水反应 它催化了离去基 还有别的 我们刚刚看到了 那产物分子长得如何 身向纸外面的有一个 抢击OH 就是这边这个 我只是几块 我只是简化了一点 纸面后面呢 有一个氢 然后身向纸外面的 还有一个氢 身向纸外面的 在这儿有一个氢 再就是纸面后面 是另一个抢击OH 所以生成的是二纯 特别是如果要命名这个东西 看这是六碳环 这是我们的主环 所以环几碗 然后抢击OH 在我们开始编号吧 我们从有关能团的开始编号 可以编为一二三四五六号 抢击OH 在一号和二号碳上 一共有两个 所以是一个二纯 我们可以叫这个一二二纯 因为有两个OH 二纯 有抢击OH 使这个纯表示纯 并且有两个 它们处于相反的一侧 这个纯或者说OH吧 它是伸向纸面外的 这个OH在纸面后面 但如果我们要明确 立体化学的话 我们应该叫反 它们在相反的一侧 一个前辅 一个后仰 所以这是反式的 这是反 缓击碗 一二二纯 希望这集没让大家失望 有趣的是 其缓氧化合物很活泼 你刚刚见识了一个新反应 不过真正有趣的是 这些SN2反应是不断出现的 事实上我学过的SN2SN1E1E2 这些都是 一直接二连三D 出现在化学反应的 可能第一眼看不是那么明显 可是你仔细想想 它完全符合那种反应